因為就是你以前 我也沒辦法 體壇黑幕 台版伊藤一名蜻蜓國手 出國爭光 水河邊 沒有 沒事吧 那去叫什麼 網球女將謝淑為退出奧運 掀起台灣體壇 制度不公 賽前不穩穩 得獎才沾光黑幕 由台版伊藤一名封號 專家演藝圈出寫真的 27歲蜻蜓國手李漢成 對謝淑為處境感同身受 李漢成稱霸台灣蜻蜓 積極標竿項目 奪過多項賽事第一 也拿過國光獎章 想要出國比賽爭光 確實滿腹心酸 補助的機會在日 少之又少 說實在話 在體育暑野中 蜻蜓散冷門 竟然就放給他自生自滅 李漢成還得跟爸媽借錢出征 2012年他到歐洲 參加世界盃 竟被短缺到連飯店都住不起 這是沒錢 所以住帳篷嗎 河邊洗澡這樣子 然後就可能一塊麵包跟 買一個培根 然後配個一瓶果汁 一餐就過了 慘上加餐的是 他一離開帳篷 皮鍋筆電就被偷走 2012年好 2012年三個月我花 包括機票我花12萬 天啊 三個月花12萬錢 所以你真的很省 超省 我沒有辦法 為了準備下一次賽事的經費 他跟著經紀人拉贊助 終於可以住進青年旅館了 我們開幕的時候所有國家 就我們沒有對付 你就是穿著 吃褐的衣服 然後繼續開幕 今天如果我們不這樣做 你不想辦法拚成績 台灣的政府就是這樣 你沒成績 他們不會 focus在你身上 跟Dreamy合作 或是走演藝 也是為了希望 讓我可以繼續 support這個運動 雖然處境有如體毯孤兒 李漢城還是抱著選手夢 將來一定要在出國爭光 娛樂動新聞 約束 加加油好嗎 我到